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天晴 上個月,剛剛獲得連任的民主剛果總統齊塞克迪宣布 通過與中國投資財團就2008年華江抗業協議的重新談判 為剛果國富獲得了70億美元額外收入,用了一項道路建設計劃 但分析人士認為,70億恐成剛果的滑餅 同時,中共股礦優勢的地位仍然是有變數的 當年來,中共一直許諾在基礎建設上幫助剛果脫困 以此換取了對其和股礦的大規模開彩 近日,中方承諾再給剛果70億投資基礎設施 據一份聲明表示,雙方同意維持目前的股權結構 華江礦業的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 和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 將向剛果支付每年1.2%的特許權使用費 位於非洲中部擁有一億人口的民主剛果 全名是剛果民主共和國 擴產資源非常豐富 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生產國 全球70%的股是來自那裡的 股是電動、汽車和手機鋰電池的關鍵組成部分 目前剛果89%的股礦被中國公司控制營運 2008年,中共和剛果政府達成一項以基建換礦產的協議 由成立的合資公司華江礦業開採 剛果東南部科羅偉齊的露天和股礦 中方承諾投資30億美元是用於基礎設施 建設3,500多公里的公路、鐵路 31間擁有150張床位的醫院、145個醫療中心 以及兩所現代化的大學 此外還要在建造5,000多套的廉租房 其中首都不少於2,000套 各省不少於3,000套 作為回報,剛果國家抗業總公司Jigamin 將68%的股份轉讓給中方合作公司 運去中方公司開採1,000萬噸銅和60萬噸以上的股 來換取這一切 自2015年起,華江抗業公司生產的銅和股 源源不斷運往中國 而中方只是完成了承諾基建項目的一小部分 根據2023年剛果財政監察局的一份報告 中方所承諾的30億美元投資中 僅是支出8.22億美元 剛果財政監察局認為該銅股礦的價值 可能被嚴重地低估 因此,2023年2月要求中方將基礎設施投資 增加到200億美元 來反映礦產的實際價值 對於剛剛獲得的70億美元的基建投資 該國的一些專家表示 新協議缺乏透明度 對剛果不利 原來存在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比如是探明礦產儲量 中方的投資都去了哪裡? 修建了什麼項目? 一位聽取了剛果政府和中國投資者 談判情況介紹的專家對媒體表示 他理解這70億美元 將在10至15年內支付 這筆交易看起來是非常不利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 中方一直未能按照原始協議 履行所作的承諾 再加上各種支出缺乏透明度 使人們懷疑該項目存在貪腐的問題 旅美中國投資策略專家Mike Sun 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的一貫做法 是用舉國之力撒錢 無論是對總統本人 或是對相關的項目負責人 它都會給予個人經濟利益輸送 給予雙重的利益 亦保住中資的礦產項目 不是真的為剛果搞建設 中方承諾的投資 實際並沒有兌現 或只是部分兌現 能夠偷奸耍滑的地方 就偷奸耍滑 能夠省一下就省一下 現在看來70億恐怕也是一個話餅 很可能就像過去一樣拖下去 最終是不了了之 Mike表示 如果剛果能夠堅持說200億美元 恐怕中共最後也要同意 因為中共搞的一帶一路 除了經濟障礙 還要算整個的外交政治影響 以及與西方國家的競爭 有多重因素在裡面 剛果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交通、醫療等的基礎設施非常落後 礦產開發能力很弱 中共用基建換礦產 既可以掌控廉價的礦產 又可以輸出過剩產能和商品 同時中共又向剛果學生 提供獎學金去中國讀書 用一些恩惠的手段開路 於是幾十間中資公司順利地 湧入了剛果素礦 截至2022年 剛果十九間股礦企業中 有十五間是全資擁有 或部分擁有股權的中國公司 在與華江礦業重新談判之前 剛果也與中國公司諾陽木業 就先前的協議進行了談判 去年七月 諾陽木業同意向剛果礦業公司 支付20億美元權益金 從而達成和解 之前,諾陽木業以低捕儲量 逃避了向剛果支付數百萬美元的 特許權使用費而被指控 剛果法院剝奪了它對TFM礦的控制權 TFM礦是世界股儲量最高的銅股礦之一 2016年 諾陽木業以26.5億美元 從美國密克莫蘭自由港公司 手中收購了全部的股份 現在間接持股80% 收購費靠的是來自中共政府的資金 剛果總統齊塞克迪 2023年5月訪問北京期間 曾到訪了諾陽木業 這之後兩個月 剛果就放棄了原來數百萬美元的聲實指控 諾陽木業僅以20億美元就拿回了控股權 恢復開採TFM銅股礦 諾陽木業2020年12月 從密克莫蘭手中又收購了全球最大 品質最高的KFM銅股礦 當時是以5.5億美元獲得了95%股權 目前諾陽木業持有KFM 71.25%股權 這座當時未被開發的銅股礦 在2023年高速投產 中國的民生證券報告顯示 收購KFM項目之後 諾陽木業控制的股資源量 由357萬噸增長56.23%至558萬噸 權益量由286萬噸增長50.08%至429萬噸 超過了原來世界第一大股商 瑞士加能可公視 根據剛果的礦業協會發布的訊息 中國投資者目前控制著該國大約70%的礦業資源 剛果的銅礦也已經被中資公司主導 其中,中國礦業龍頭紫金礦業公司 持有全球第二大的剛果卡莫亞-卡庫拉 同礦10億約45%股權 剛果科路偉齊同股礦72%股權 作為中資公司加快獲取銅礦的結果 剛果由世界第三大同出口國 在2023年變成世界第二 中共為了搞全球戰略擴張 大搞一帶一路 以投資基建為有利 略取窮國的資源 為了達到目的 中共要求國有銀行借給企業足夠的優惠貸款 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拓展國際抗業投資開發 構建自主的全球礦產資源供應鏈 剛果是一帶一路在非洲的戰略要地之一 它豐富的礦產資源 是中共製作必奪的目標 特別是美國倡導清潔能源產業轉型之後 中共想主導世界新能源經濟 在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之下 中共將新能源汽車電池作為製造強國計劃的十個領域之一 因此剛果對中共的意義更重要 然而中共承諾的基礎建設卻只是部分實現 甚至是很少實現 美國致富的條言顯示 中共在一帶一路國家承諾的大規模基建計劃之中 讓中低收入國家冥上總額為3850億美元的隱性債務 有42個中低收入國家 目前對中國的債務闖口規模超過GDP的10% 在這些基建之中 有35%的項目涉及腐敗醜聞、違反勞工規定、環境危害和公眾抗議等問題 剛果的隱性債務有多少尚不清楚 但中資公司存在的問題和其他國家相似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何嘉恆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也加入了大紀元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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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支持